巷弄民宅前拉起封锁线 往旁边一看 不只有散落的鞋子 还有水桶以及修缮工具 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 国隆路的巷弄内 二十号下午的一场大雨 竟然让一名工人丢了性命 这间的人都帅 他来到的车 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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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 当场坠地 头颅变形了 民众听到声音也吓坏赶紧报案 然而救护人员到场时 工人就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送于抢救 仍然回天乏术 只是这意外到底怎么发生的 当时陈兴派遣工在公寓三楼 进行屋顶铁皮工程 一场大雨后铁皮湿滑 他又没穿鞋 不慎摔落地面 一场雨酿成意外 也让辛苦工作的陈兴派遣工 丢了宝贵性命 家属悲痛万分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导